馬來兇堂 馬來是理性營 馬來亞只是哭 主要你早就說 借你和你兄弟別不死 耶穌看見他哭 並看見與他同來的犹太亞哭 就心裡悲嘆 憂慎憂仇 便說 你們把他安放在那裡 他回答說 請主來看耶穌哭了 犹太人就說 你看他愛借人事何等賓詐 這個是我們很出名的耶穌哭了 我想問耶穌為何要哭呢 他早就預料了 他早就知道了 亦都準備和他復活了 即是不用死了 根本知道 甚至是遲兩天這樣 整個都是他很掌握的耶穌 為何耶穌要哭呢 你有沒有想過 耶穌哭在做甚麼呢 馬來亞哭就不出奇了 他心裡的兄弟死了 耶穌看見耶穌看見他所愛的人哭 他就哭 是很自然的 這個是情不自禁的 你見到一個心外的人他這麼傷心 其實耶穌不需要傷心的 他知道他 跟著就殺了他復活活的 但是他都是哭的 這個不是假裝的 所以那些猶太人就說 你看他多愛他 這個就是愛了 我們很多時候有個錯的觀念 不如說我們一個人 一個絕症 求神醫好他 神就沒有醫了 你就說我神不愛我 你可能覺得這樣 但其實根本不關愛事的 你想想 如果神真是醫好 聽你的道具 醫好他 這個只是將神的大念 不是將神的愛 何時才知道神的愛呢 他就陪你一起哭 就是聖經人不說 我們怎知道神是愛我呢 就是因為他十字架上 他擔當我們的苦 承擔我們的苦 這就是他的愛 我們待會再說一下耶穌他的死 其實耶穌不用死得那麼慘 你知道嗎 他為了贖我們的罪 他死了就行了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死呢 因為他要承擔人的愛 承擔人的苦 這時候才能看到他的愛 所以他 這裏就是讓我們看到 就是那個 你有死滅的死亡 你的愛就會出的了 信心就會出的了 這些是信心盼禍和愛的契機來的 當然我們不是為了這樣來死亡 不過既然有死亡是一個事實 這些事情就可以出的了 在這個案子上看到 他們又學信心又盼望 又更加體會到神的愛 是吧 這個基本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在一個人的死亡身邊很多人 可以有很多信心盼望 和愛心實踐出來的 所以這個死亡不是很好 所以傳統書其實第七章他說 根本你都不知道什麼是福什麼是禍 死亡可以是偽裝的祝福 當然這個不是我們解釋死亡的 不過呢 既然死亡是事實 其實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這個所謂功能的秩序 來學習很多很寶貴的功課 我們在這個停止停止 大家沒什麼問題 可以舉舉手就可以表明給大家 OK 或者我們休息十五分鐘 十分鐘 十分鐘 好 先休息十分鐘 十分鐘先